一向是如水火的吕立军和甘比 难得的统一战线 一个听审 一个陪聊 分工明确 在两位美女的相伴下 刘鸾雄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 甘比适时地将自己怀孕的消息 告诉了刘鸾雄 刘鸾雄欣喜若狂 他认为 是甘比肚子里的孩子 给他带来了好运 于是 刘鸾雄大摆家宴 向家人宣告好消息 还承诺 甘比如果生下儿子 将赠送三元的山顶豪宅 作为生子的奖励 吕立军嘴上说着恭喜 心中却是百般滋味 如果甘比也生下个儿子 那么他的地位将再次受到威胁 2012年12月 在吕立军的提心吊胆中 甘比剖腹产下八磅重的龙子 连孩子的重量 都与他的儿子一模一样 这下 甘比终于母凭子贵 重新晋级新宠妃 表面上看起来 吕立军和甘比都是一女一子 打了个平手 互不干涉 和平共处 实际上 谁都不想落后 眼看事实 演变成这样的状态 先入刘家的吕立军 当然是不服气 生孩子的问题上 两人持平 他可不想自己的宝贝女儿和儿子 被甘比的那对孩子 争去了宠爱 于是 吕立军频繁地带着一双儿女 回到香港 大打亲情牌 与刘鸾雄 共享家庭欢乐 知道女儿盈盈 喜欢坐游艇出海 刘鸾雄早前 豪华四千万港币 购入新游艇 给盈盈出海游玩 但她也是尽可能的 一碗水平端 做好平衡之数 吕立军有 I love you的车牌 甘比 一定有 I miss you的车牌 吕立军有豪宅 甘比也有别墅 刘鸾雄以代 显示其宠爱程度 有说原配包永勤 也是H代痴 生前拥有70多个 不同颜色大小的 海密斯 及凯利系列 吕立军与甘比 当然也绝不落后 各款海密斯都有 总而言之 对于大刘这种有钱人来说 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就不是问题 2014年 吕立军的女儿刘秀莹 12岁生日之时 在纽约苏富比的一场拍卖会上 刘鸾雄先是用3260万美元 约合2亿人民币 争下了一枚9.75克的梨形蓝钻 刷新了蓝钻拍卖 及美克拉单位价的世界纪录 五天后 他又在香港加士德拍卖会上 花6500多万港币 投得了一枚 卡地亚设计的10.1克拉红宝石 及钻石凶针 刘鸾雄送女儿的两颗钻石 让吕立军觉得长了脸 可他的这份喜悦 没维持多久 便被打破了 以刘鸾雄的做事方式 绝对不会厚自薄比 2015年11月10号 在瑞士日内娃举行的 加士德拍卖会上 刘鸾雄用2855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8亿元的高价 拍下一颗 重达16克拉的西式粉钻 送给他与甘比所生的女儿 七岁的刘秀华 时隔一天 在另一场珠宝拍卖会上 刘鸾雄创下新的世界纪录 花费485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3亿元 拍下一颗12克拉的蓝钻 明显又是送给女儿的 短短两天就花费4.8亿 拍下两颗西式名钻 可见大刘爱女心切 但这并不是她第一次 为女儿买下钻石了 之前她就曾拍下一颗 无瑕仙彩蓝钻送给她 花费了7400万港元 再连同价值4.6亿 扎定山高市每到五号屋 近7岁的刘秀华 就坐拥12.61亿财富 真的是羡煞旁人 不及令人感叹 这个7岁小女孩真是太幸福了 但外人哪里知道 在这些闪瞎了人们眼睛的钻石背后 可是隐藏了一段 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香港豪门争宠戏码 而对于甘比 吕立军这两位至今都仍是大刘女友身份的女人来说 一个是江湖经验丰富的瑜伽 一个是高傲直率的化学博士 争宠事迹堪比现实版的金之欲念 互相拆台 互相使坏 争来斗去十几年 你有一双儿女 我也要生一对儿女 无论是房产 薄金包 还是钻石 这场豪门金之欲念 不但将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 这场明争暗斗的战火 还将延续到他们的孩子身上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